Hello 大家好 講到邵慶的曼達 大家應該都想起了 邵慶的曼達廣場 還有一個曼達國際獨家區 還有一個叫全世界室內最大一個滑雪場 在這裡準備開工建設 現在的話 我們曼達出一期的住宅 曼達西江府 樓下有我們的街鋪 現在正式加推 最新的一期的街鋪 而且價錢還是最優惠的時候 而且這些街鋪 它行過對面 十分鐘就是一個滑雪場 暫時來說 唯一一個從曼達西江府 這個住宅片區 可以步行過去一個滑雪場 或者說曼達國際獨家區的 一個必經之路的位置的商鋪 四百多五百尺的商鋪 才是賣三四十萬 馬上上車做舖主 我們馬上帶大家看看這些舖是怎樣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曼達冰冰 這次跟大家介紹 我們最新加推出來的商鋪 因為我們是首推的 所以商鋪位置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價錢好像也很漂亮 對 價錢也很漂亮 但是會跟大家分享 首先先看看我們的位置 整個小區樓下有1.7萬方的商鋪 我們現在手推出來的 就是由東門 這個主是東門 由東門旁邊這裡開始 到我們11號樓 這一段商鋪是首開的 我們稱為A段商鋪 這一段就是A段商鋪 是 那它在整個樓盤的位置 它算是比較靠近 滑雪場 我們這個萬達的國際度假區 然後這個是滑雪場 它是開始的位置 是啊 OK 好像那些人過來滑雪場 就是要必經經過我們這條天后路 這個橋這裡 一過來就可以見我們滑雪場 經過途中可以見我們11號樓這邊 這一排的商鋪 我們做了一個就是一拖二的商鋪 怎樣為之一拖二呢 它是兩層來的 一層是五米高的 二層是三米八高 它可以在裡面直接走 就是有樓梯連接上去 那如果買商鋪 買這種叫一拖二的商鋪 它是按照兩層的面積賣的 是啊 OK 我想問一下這一種的店鋪 大概是幾大呢 兩層的 這邊兩層 它基本上是一百方到八一方 每一層還是 它一個店鋪就是上下加起來 上下加起來 一百到八一左右 OK 那有沒有說門面幾大 門面的話 它這邊基本上 一卡的話 它基本上是四米二的 四米二 因為它很多這些感覺 是兩卡加起來 就去到差不多九米了 哦 那它單價這些 其實相比其他來說 會不會貴一點呢 這邊的話 它性價比會高一點 因為 總價 對 我們總價就是總價高 單價就相對於會低一點 低一點 哦 那除了十一棟 還有哪些商鋪呢 還有呢 再過來看看九號樓 這邊 最連接到我們大門這一段 是 那第一部分呢 它這裡就是主要的出入口 那我們 出入口 旁邊這一段 就是可以做餐飲的 哦 即是七、八、九、十一棟 有商鋪嗎 是 是八棟樓下 還是七棟到八棟樓下 這一堆 七棟到八棟樓下 這裡 這個是地下車庫入口 就是截止到地下車庫入口 這一段 可以做我們的一個餐飲類 那我想問一下它的單價呢 這個八棟樓下 八棟樓下 八棟樓下 這些餐飲店的單價 會不會是會比較高一點呢 那這邊的單價呢 就會高一點 大概是在萬三左右 嗯 即是會比其他的單位 其他的店舖 可能就會單價高一點 嗯 因為它的性質 還有它的性質 面積也小一點 對 那裡是52方到57方 哦 即是小的 那九棟呢 九棟這邊的話 它也是單層的商鋪來的 嗯 那它的門面呢 基本上是在4米2這邊的 噢 面積大小呢 它是在53方 到這個 大概是60方左右的 嗯 那這邊呢 它就是暫時 它這邊就是不可以做餐飲 但是呢 我們可以做生物超市 嗯 或者是其他類型的一個 就像我們現在輕餐飲 這些都可以做到 對 就是輕餐飲就是我們茶飲店 是啊 可能刺魚蛋 嗯 OK 那我想問一下 這種一層的舖位 它的高度有多少呢 高度的話 它是5米高度來的 哦 5米高度 是 那這個高度其實都夠高 足夠是去做一個 嗯 我們看到它的對面 其實是一個萬達國際獨角區 嗯 它是現時 現時第一期 是吧 第一期叫西江府 那我想問一下 是否從這個滑雪場開始 一路下去呢 是 由滑雪場這邊呢 直接去到我們的酒店群呢 是 差不多有5公里的 有5公里 是 那 那 但是呢 它這一帶的一個通道呢 是否只有你剛才說的這個出入口 是 目前這一邊 它就是 這個是唯一一個出入口 哦 是啊 這個是要有一條橋過來的 現在這條橋是有的 是 那如果 嗯 我如果從這個滑雪場 這個入口大約這個位置 去到樓盤 補行大約多久呢 都不會很遠 因為我們直線距離是300米的 繞個圈可能去到600 800米 那可能行個5到10分鐘呢 是 就OK 可以到的 我們呢 因為都是回饋一下這個 就是一直之前 就是西江府的業主了 所以我們是 推出最便宜 最漂亮的一個位置 是 那你剛才說的是哪些賣了 就這一段開始是 02 02 到02 02到07 是 就是我最近大蒙的側位 其實已經賣了 所以這些不是手快 手快 對 鋪位不同樓的 是嗎 不同樓層 可以選擇 但它直接是位置的 那就08 09 和11號 10號呢 是未賣還是賣完呢 還未賣的 最小最便宜的單位 大概三四十萬 可以上傳 是啊 對 所以三四十萬 直接在這邊買一個地鋪 而且是煙市 西江府 它可以說是位置最好的鋪位 而且還有四米幾的一個門面 我其實覺得這些店鋪不錯 真的不錯 很漂亮的 對 價錢上也不錯 接下來我也會建議 我們的香港朋友 買了這個西江府 做了業主 你上樓之後 你可以選擇 好像我之前有個客戶 他回來 他住在那裡 他選了一間店鋪位 但他是租的 他那時候沒得買 他就開了一間士多 哎 挺舒服 他本身是退休的 他開了一間士多 他招個人過來 有空就去坐 這些 很舒適的 對 所以的話 我覺得這種 懂得投資的觀眾朋友 無論你自己開店 或者是等他後期 萬達 國際獨亞區這邊 發展得越來越好之後 他可能會有一個省值潛力 嗯 他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是 看回我們了 冰冰 現在的話 你大概是 這間店鋪什麼時候收舖 收舖時間是2023年12月30日 好 2023年12月30日 它是不是跟整個屋苑的 最後一期收樓時間一樣 不是的 因為我們這樣的 每一棟的收樓時間 是有點不一樣 嗯 好像我們最早就是今年年底收樓 嗯 每分後面不斷加推出來 收樓時間都有點不同 第二期收樓就是2023年3月30日 第三期就是2023年12月30日 嗯 最後就是2024年5月5日 哦 如果是我們現在賣的 八棟、九棟、十一棟的商鋪 它上面那些樓何時收樓 八棟、九棟、十一棟 是今年年底收樓的 所以別人住了之後 不好意思 所以別人住了之後 你的商鋪 還有一年左右的時間 你才收樓 嗯 人氣起碼先打上去 是 嗯 然後我想問一下 如果買的話 它是不是指令一次成本 是的 全部都是存款的 嗯 因為內地我們了解到一些商鋪 都是基本不做案件的 嗯 是 全部都是 full pay 所以呢 三、四十萬 對於我們香港朋友來說 如果懂得理財 懂得投資 我相信不會說太多 那麼在這裏呢 就買多間舖位了 嗯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是 那麼今天這個 萬達西江府的一個商鋪介紹呢 我覺得冰冰說得非常詳細 嗯 還有呢 現在的商鋪位真是位置一流 嗯 是 它行去壞書牆 或者整個樓盤 去到這個萬達國際度假區 老實說 如果你是享受這邊的東西 應該就不會開車了 嗯 你行到一個十分鐘之內的步程呢 你開車還要給泊車費 是啊 所以基本 從大門到這個萬達國際度假區 你經過這個店鋪是一定的 是的 全部就是 必經 現在我們首推出來的 都是人流的一個集中位置 都是會經過那個位置的 比較多 還有就是 另外一點就是 我們有很多人會過來我們的特色街這邊 逛街的 逛街之餘會看回我們對面 因為這個特色街這邊也有液態的限制 嗯 我們剛好就是 現在手推出來的這些 可以 就是 商品可以互補 就是互補 是 因為特色街的話 我相信裡面集中的舖位 應該舖租就會貴一點 嗯 但是如果想選擇低成本的一些商家 可能就直接留下舖 是 謝謝冰冰 介紹得非常詳細 如果說對這個萬達西江府的商舖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叫我們9290-63 或者上我們太子展銷廳 我們會一同事和你們詳細介紹 OK 那記住了 這些商舖 最便宜的 500呎左右 三四十萬 就可以馬上上車 做舖主的了 是 一舖養三代 是 而且這麼大的一個發展 可以慢慢等 不用急 可能後期越來越旺 都還不定 是 謝謝冰冰 和我們介紹非常詳細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